哎 哇哦 哇哦 这场地酷啊 我也挺喜欢极限运动 滑板也是我比较感兴趣的一个运动 而不是像他们嘴里说的小白一样 我都不敢滑这种拖 感觉在这种场地 我哪都不能滑 我是抱着就是想学到一些东西 感觉好难的场地 谁来了吗 我是不是应该也滑一下 看你的技术了 有没有点尴尬 你会滑板吗 不会 就是因为要来这个节目 所以才开始接触的滑板 新的 然后进入滑板界的滑板小白 你要把脚站平 没事吧 没事吧 没事 帮我从这上面试一下 好尴尬 你也快去练习 我这鞋不好练习 你试一下 我昨天滑了一下今天腿疼 我打算站在这路一起 导演组 有一点尴尬 我们要干什么 下一位什么时候出来 好爽 你好 走 走 所以罗兰姐会滑吗 我会滑长板 长一点 然后可以在上面转圈 就像在跳舞这样 对 我喜欢这项运动 然后几年前开始玩长板 接到警主邀约 一点都不犹豫 但是合约签完了有点犹豫 因为试了一下滑板 看点铺在那儿 我肯定不会去 用长板去跳台阶 选手的名单 你有想要的人吗 我当然有想要的 我们会撞吗 肯定会撞吗 都想要强了吧 应该是的 别强 拼求分配 拼求分配 那如果抢的话 会怎么办呢 最后可能选择权在他们吧 我们这个节目的领队 还真的不太一样 说我不认识他们三个 王一波 不认识 不知道 不知道 不好意思 没有名气大 我都不知道 不知道 不是知道陈霄吗 我有一个 青老的好朋友女女 叫陈霄 长得特别好看 我想问一下 陈霄有男朋友吗 那王莫丹 王莫丹 王莫丹 不好意思 兄弟 真的不知道 他是不是什么运动员 还是什么 好吧 那我记错了 王莫丹 我知道 他不会参加这个节目吧 我其实特别希望他们不认识我 我觉得认不认识我 无所谓 因为我其实也不认识他们 我就只是想了解滑板 就重新交个朋友吧 就再重新认识一下就好了 王洛丹 陈霄 王一波 哪来的声音 极限青春的三位领队 你们已经集结完毕 在这里 你们不是光鲜亮丽的明星 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导师 也不是决定生死的裁判 你们只是对滑板一知半解的新手 小白 出了比赛 这不是比赛 这是真实的 在这里 你们可能会受伤 可能会流血 那么 你们还敢接受这份挑战吗 不敢 我走了 合约都签了 走不了了 我们是不是应该有点气势一点 来一个感恩 我们感恩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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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关系 欢迎来到我们 枫头凌疯 极限青春 告真 才出色的现场 掌声 献给 我们中国 最帅 最造 最出色的 六十位 花手 终于要 冠绝花板放编了这样的节目了 下来给大众 下来给 这些夸来的那种看 请广武大妈把滑蛋挡 让我们滑 想出名 想更多地曝光自己 哪玩都是玩 这玩只不过 看的人比较多 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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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